雲蟹 喵喵 翠波 飄動 觀眾朋友你們好 歡迎收看阿湘說起 說起最近天氣比較熱 大家要多喝點水 多吃點水果 我自己是怎樣去暑的 不如和你們分享一下 我很喜歡煮綠豆 綠豆和二米 二米是去濕 綠豆是清熱解毒的 我會買一些香草 我們叫臭草 它亦有解毒的功能 用來煮水 有鹹又可以 甜又可以 煮一大煮 每天都可以喝 麵沒有暗瘡 不會喉嚨痛 不如你們也試試 還有一件可以貼自電視機 看我們阿湘說起節目 不如看看這一期有甚麼精彩內容 我們有一個老官 她畢業於粵劇學校 畢業之後 她去了珠海粵劇團 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她非常有追求 她又不滿足於現狀 於是她就唱歌 出碟 還有拍電影 拍一下電視等等 她就是林浩東 她在粵劇學校的時候 跟蘇春梅 丘小羅一介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她的故事 你好 浩東 你好 湘姐 你是我私底 我們廣東語劇學校畢業 沒錯 我們都是同出一個校門 對 你是九二屆 對 你和蘇春梅 邱小浪是一屆的 對 你單止做粵劇 你最近很威水 你又拍電影 也獲獎 很重 很重 這是水晶獎盃 在美國獲獎 CAAC是甚麼 是美華藝術協會 每年美華藝術協會 會主辦亞洲藝人頒獎大點 在美國紐約 我很榮幸我主演那部電影 叫《雙城之間》 入選2011年 德國科隆國際電影節 獲取了一個提名獎 後來在2012年 在美國紐約獲取了個人獎 叫做亞洲傑出男演員獎 即是兩個國際大獎 很厲害 作為我們粵劇演員來說 你也為了我們爭光 說一下你的歷程 你是否珠海人 我其實是潘儒人 然後我媽媽是廣西吳州人 我在廣西吳州出生 就在廣州長大 在廣東瑜伽學校畢業之後 就去了珠海 那你是甚麼原因 你會入粵劇這一行 我自小就喜歡文藝 自小我爸爸媽媽帶我看粵劇 覺得舞台上才子佳人 帳相很威風 花旦又很漂亮 自己又很喜歡藝術 你在廣州長大 在哪個戲院看戲 我們讀書的時候 南方還有平安 還有江南大戲院 四周圍都有 那你考試呢 即是你自己主動去考試 還是你爸爸媽媽叫你去考試 我自己 我不讓家人知道 因為我以前考過舞蹈學校 考上了之後 我家人不讓我去讀 哦 終於我考瑜伽學校 我就拿了錄取通知書 我才通知我家 考試 如果講到瑜伽學校 考試很嚴格 但是呢 當日 當時 我是最觸目的 最引人注目 考試 我看到那個招生廣告 我就自己去考 因為我五歲學武術 考第一樣 你懂什麼 我就打武術給他看 楊彥珊老師說 不錯 這個小孩的功格很好 這個男孩 跟著劉國昔老師問我 他說 那你到底是想 為何會喜歡演戲呢 我說 我想演花彈 他說 那你唱給我看 後來成為一個笑話 我說立刻 又模仿花彈的造手 又蘭花紫 誰知道 他們吸引了他們 讓他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哦 於是就入了 瑜伽這個殿堂 是的 就在瑜伽學校那裡讀書 是的 那入到瑜伽學校 就很辛苦 你也知道 你是我的師姐 或者一子呢 我們整天哭 你那時候有沒有哭 我就沒有 因為我五歲學武術 變得我的柔人性比較好 有時候上坦子課的時候 有些同學 他剛剛接觸這個年功 就變得開一子都還沒得 變得我協助老師 很過癮 在瑜伽學校那時候的生活 非常豐富多彩 非常難忘 第一次彩排 就暈倒在舞台上 因為你知道做瑜伽演員 和做舞蹈演員不同 做瑜伽演員 又要紮紮水沙 又大袍大甲 做瑜伽演員 很重 氣服和噓噓噓 變得小孩不知道 打算擔心著上台 掉了帽子 批格 紮紮緊一點 誰知道紮得太過火 頭暈了 那時候是做什麼戲 做某單廳 做完暈了 做完暈了 做到半套暈了 唱一下就已經 感覺自己不對勞 就暈倒了 但是我覺得是很好的經歷 令到以後每一次登台 你不會再出現任何不適 即以後都不暈了 不會了 那時候你是和蘇春梅 和邱小郎是同學的 是 有沒有跟他們排戲 拍過當 跟梁君寧 做豆腐西絲 所以我很慶幸在劇校 自己的畢業劇目 就已經是原創的粵劇 豆腐西絲 豆腐西絲 是一個新編的粵劇 是新編的粵劇 但是當時請了中國 氣泊學院的導演 來幫我們做導演 所以就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在這部新編的粵劇裡面 一直帶來幫我們畫面 有芒風 有芒風 在西上 吼芹路月天總聽 吼芒風 山 串 有芒風 让心相知 吹头未面终笑 老师 绝对我来讲 《不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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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毕业了 毕业时也是这样 分会到各大剧团 你当时分到哪里 我是分到珠海业剧团 当时未毕业前 就由珠海文化局局長出來親自點兵點獎 很慶幸那個局長 邀局長就是我們師兄 都是瑜伽學校畢業的 他熟行熟路 他決心要振興珠海瑜劇團 就來我們學校招生 當時有多少個同學跟你一起分開 很多 十幾二十個 一起去了珠海瑜劇團 去到劇團有甚麼故事 也不是太開心的故事 當然也有開心的一面 為甚麼不開心 因為我是讀表演畢業的 但是去到劇團 那個局長邀局長就看中我之筆 我在學校就已經考到 廣州青年報的特約記者 採訪過很多香港明星 去到珠海瑜劇團 我就不是做演員 去到就做團長的秘書 一直給我做文職工作 只是去香港、澳門演出 因為名額有限 就要壓縮演員 給我機會一起去香港演出 變成我要做梅香 又要做手下 但是很開心 因為這樣而豐富了我的藝術的元力 有機會站在其他旁邊看白雪紅和姚之強 兩個演戲 後來我自己在外面接很多澳門演出 做一些截止戲 做甚麼截止戲 做很多 《四水關》 《大女花子響耀》 《劍俠叉員》 還有跟小羅做梁山法中英台發電燈 在澳門演出 澳門珠海也有 後來呢 你在珠海工作了多少年 很多年 都有三、四年 我覺得都沒有戲做 剛才我出來自己開文化公司 教學生唱歌 後來我去了烏克蘭 烏克蘭讀音樂教育 攻讀石舌研究生 我認識一些中國留學生 他引致我認識教授 他覺得我在這方面教學生 教了這麼多年 我在瑜伽學校的時候很慶幸 有一個聲樂老師 是聲海音樂學院畢業的聲樂老師 教我發聲 在發聲方面有自己的心得 去烏克蘭其實最主要是 攻讀音樂教育 但是最主要是可以遠程 你去最後考試才飛過去 但是你又可以飛過去是面秀 很多次面秀 是嗎 是的 拿了證書回來 就開始做唱片總監 認識一個叫香姐 她投資 我們共同投資 搞豪傑唱片公司 開始出一系列的發燒唱片 既然我有機會出唱片 我覺得我自己是兩廣人 廣東廣西的人 這兩廣的水土潤育了我 在我自己力所能力的繁為來 我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拿新世紀的音樂 在外國學到的新世紀的音樂 原素來包裝我們古老的粵曲粵劇 包裝廣西古老的山歌 令到廣西的山歌和廣東的粵曲 可以緩發出重生的靈魂 緩發出青春的蓉顏 是的 我們具體說一說這個 新世紀的粵曲 我覺得因為我有份參與 我講一下我的感覺 它最大的感覺就是和我們粵曲不同 它沒有主旋律的 難度會更加高 它的難度就大 但是它比我們想像空間更寬 是的 新世紀音樂包裝的 援奏粵曲最大的特點就是畫面感很強烈 令到它是徹底打破那個語言的格核 當我們去美國 我們當年去美國演出 我們都有唱我們的新世紀元曲 在座很多的外國有人 是不懂中文的 它都很有興趣聽 為什麼呢 是因為畫面感很強 因為音樂它沒有了語言的格核 是的 沒錯 所以就讓媒體和媒介平衛 徹底打破語言格核的一張專輯 是的 這張專輯因為現在網絡時代 有讚有談 其實任何的改革都是這樣 沒錯 有些喜歡的人他就很喜歡 不喜歡他就會說不倫不類 有一些粵曲味都沒有 是的 很多粵劇老藝人他們都不認可 但是在外國演出 和在香港演出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粵劇是一定要改革的 你想畫展 是嗎 是 改不改革呢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做到自己想做的音樂 做到自己想做的粵曲 又可以帶給人一種愉悅 一種美感 已經是阿彌陀佛已經是很開心的樂事 薛振我來介紹一下 這位是今日早報的記者 宇佳 這位是著名作家薛振 你好 那你們慢慢聊 我還有些事要辦 先走了 拜拜 好 請坐 再一次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宇佳 好 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嗯 薛振先生 您現在的書 排行在各大銷售榜的第一位 依您現在的名氣 完全可以在全國各大書店 開您的簽名售書會 您為什麼 要選擇這裡舉行呢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在這裡做輕功簡學的 那薛振先生 是什麼樣的靈感 讓您創作了這本書 在這本書裡 有這麼多感人的故事情節 它們是虛構的 還是真實的呢 這個故事 得從我剛剛畢業的時候 開始講起 這個故事 就是由那個時候 開始的 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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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裡 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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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平平平講 你最近再寫一部長篇大作 什麼時候完成 讓我也欺傻欺傻 是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千頭萬緒 不知從何下筆啊 阿震 如果你遇到困難就卻步 這條路啊 你是永遠的走不下去 既然你認準了這條路 就應該找準方向 積極地面對 嗯 對的 波姆 您回來了 那你就在唱片這裡 我們也有目共睹了 做了一些成績出來 那後來呢 我見你又進軍影視界 那是因為 跟香港一個導演 叫做羅奇導演 他就 通過香港攝影師認識我 他覺得我 又是學粵劇表演出身 又五歲又學武術 他說又可以 打角勝利都行 他說其實 好像你這樣的人才 可以進軍電影圈 就介紹我去拍第一部電影 就07年 拍了我人生當中的第一部電影 叫做《韓風鎮》 很辛苦 原來呢 拍電影的辛苦 和做粵劇的辛苦 是兩種不同的辛苦 我記得當初拍《韓風鎮》 那時候呢 就是三月份 但是拍到夜晚深夜時分 都仍是零下五六度 在北京拍的 那麼變得 在這麼惡劣的天氣環境之下 你又要穿著很薄的衣服 去打鬥 還有那個影視程裡面 是沒有電的 是很荒涼的 拍這個電影 有什麼很難忘的事情 因為這部電影 就跟殭屍有關 很恐怖的一部電影 就是那些疑患 對 又是深夜時分去拍 那麼經常會拍拍一下 會自己演員之間都會被嚇到 本身就很冷 我記得有一次未到我拍 那麼我坐在那裡喉搶 就等 等 那邊在另一個場景拍的時候 忽然間我助手走過來 我聽不到腳步聲 走過來拍我 就嚇一跳 人嚇也是最怕人嚇 以為殭屍回去 因為那部電影有提到殭屍 那部電影也很恐怖 對 這個就開始了你人生的第一部電影 之後你一發筆我收拾 就拍了很多部電影 譬如呢 譬如 有2008年在珠海拍的 叫做《功夫好男兒》 都是沒有打片 都是沒有打為主 對 有香港羅家英 有香港的舞台影后鄭沛沛 有超女林爽 有我 我很慶幸做裡面的男一號 《功夫好男兒》 就是我第二部電影 但是是我第一次受傷 在珠海拍 就從一個樓梯打 一邊打一邊下樓梯的時候 就一個片腿 就扭傷主力腳 而且是我媽媽在現場看我拍 我媽媽就 嚇倒她 嚇倒她 很心痛很肉痛 我說不要緊 導演也叫我 他說要不要休息 但是我說 如果因為我扭傷腳 而停了 整個劇組停下來 就會影響很大 影響到 而且劇組 百多兩百人都要 每分鐘都要燒錢 每分鐘都在燒錢 我忍著痛去拍 拍完那個鏡頭 果然拍出來 都很威風 那腳都依然受傷 因為拍完那個鏡頭 整個劇組都給了掌聲 看到你的努力 我覺得是要有敬業精神 我覺得是跟雙姐師姐 跟很多前輩藝人學習那種得勵雙星 是阿相講戲 品戲曲人生 但很奇怪 那一刻 我覺得 哎呀 為什麼紅酒 為我提前慶祝 所以 因為這句說話 打動了身邊華人的老闆 一些很成功的相認 哎呀 沒想到豪東 你的心態這麼好 啊 啊 你是誰 小伙子 我就是這個店的老闆 你 你走 走路怎麼沒聲音的 是你說我走路沒有聲音 我這個提醒走路怎麼會沒有聲音哪 只是你沒聽到而已 你是新辦來的嗎 這是我的名片 我們是24小時營業 如果你有需要 我們可以送貨上門 那 那就好 以後我寫作的時候 就 就不會挨餓了 你住在哪裡 就在 就在 拐彎 那棟老房子裡面 就是你講講你獲獎 這個電影 這個電影 就叫雙城之間 這部電影 就視覺很特別 因為它是講一國兩制 講珠海和澳門之間的很來往很密切 所發生的人同事 很多年輕人來到珠海廠特區 然後又認識到很多澳門老闆 每個人的前途 就不一樣了 因為它的視覺就是一國兩制 在國際上很新鮮 所以以這個題材很特別 而入選了2011年的德國科隆國際電影節 而這個電影節是以學術性為主的 很嚴謹的一個學術性的電影節 我記得中國有一部叫做混水遙的劉業主演 都入選過這個電影節 其實我個人的獎是在美國獲得的 整個劇組這部電影 是入了德國科隆國際電影節 後來又 我是主演這部電影 我在裡面是藍二號 藍二號 而且第一次演反派 即是演過壞蛋 演一個回大陸的香港老闆 回來欺負別人的錢 哦 老千 老千 還有有點色咪咪 對我也是一種挑戰 我其實是很排斥 不想演不想接這個角色 而且是延長錄音 它是實況錄音 即是如果你的角色是來自四川 那你就要講四川話 我是來自香港 我是來自香港 我是要講粵語 還有要講一些 鹹鹹濕濕 半鹹半淡的普通話 明白 那才彰顯這部電影的真實性 所以是因為這個導演 用這種真實紀錄的形式 所以打動了這個雙方龍節 當時就收到他們邀請鹹 邀請我出席他們 第二十九屆亞洲結出藝人頒獎典禮 就說我們的劇組 就導演得了亞洲最佳導演獎 而我憑直主演這部相識之間 就拿了亞洲結出藍演獎 通知我們去領獎 我們去紐約領獎的時候 又有一個故事 又很唐突的故事 在這個頒獎的時候 這邊宣布我上台領獎 這邊那個時應就把一杯紅酒 不小心潑動我全身都是 如果遇到其他人 會覺得很不開心 但很奇怪 那一刻我覺得 哎呀 為何有紅酒為我提前慶祝 所以這句說話 打動了身邊華人的老闆 很成功的商人 沒有想到浩冬你的心態這麼好 一件不開心的意外 不愉快的意外 在你看來 你會覺得不是什麼事情 反而覺得是好事 將來會真是大紅大紫 因為紅酒又紅又紫 隨即他們又幫我拿十毛巾 馬上索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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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 節目主持人問 你今天這套西裝很特別 我是臨時這裏的時應生 為我增添很多顏色 為我加添很多色彩 我覺得是一個小插曲 所以在娛樂圈裏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故事 就要視乎你的心態 和視乎你的化解現場的能力 我覺得 做人沒有什麼可以令自己不開心 沒錯 最重要是要懷著一夥 開朗的心態 去面對每一天 無論你做什麼 你都可以 謝謝 好 好 好 喂 兄弟 你不可以在這裏唱 謝謝謝謝 不過 你唱的真好 我師父都說你唱的好啊 多謝 多謝了 多謝 師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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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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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問你一下 山村一郎 你是不是日本人呢 不是不是 我不是日本人 不是日本人 那你是什么的 说 我从山中来 带着一个宝 走在马路上 被贼偷跑了 唯有在这里 唱歌来逃犯 请你们两位 多多来报哈 前辈 请问你尊姓大名啊 我叫白军宝 我原本是唱戏的 在二十几年前 我和我太太公学俄 在城里组织了一个巨社 叫双宝巨社 师父 我真的可以吗 我说你行 你就行 你肯定行 那接着下来 那你是一个 就是不断追求 不断创新的人 那你还有什么大计呢 大计就不敢当了 我也是一个小人物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当中 做到自己欢喜做的事情 又可以带给大家欢乐 又可以利用自己欢喜做的事情 作为事业 奋斗中生 是很享受很开心的事情 将来我的计划 应该说是我的心愿 是希望可以利用电影做再看 来拍新世纪的粤剧电影 因为我觉得粤剧粤曲 应该是我们家门前最美丽的风景 希望可以让全球 不仅是全球的华人 还有全世界的人类 都可以看到我们广东的粤剧 广东的粤曲 利用新世纪的音乐 包装我们粤剧粤曲 再利用电影的再看 去演粤剧 好了 希望你的愿望可以成真 继续努力加油 谢谢 我们的戏剧表演 有很多动作都是虚拟的 譬如马鞭 或者是我们过河 过河就没有任何道具的了 还有就是晚刻的时候 我们要表现到 晚上好像看不到 看不到怎样呢 这样这样 一有很多通过眼神 面部表情 或者是动作 这样来表现的 那丑生究竟是怎样 表现这个晚上晚上 晚上黑 黑黑黑的时候 他出谱 他的动作是怎样的 不如这样 我们看看张鸿萍是怎样说的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离言艺坛》 我是张鸿萍 其实 我们在上几期就介绍了 武丑很多很多的身段 功夫 那这一期呢 我又为大家介绍 武丑这个行当 其实呢 在《时千道甲》这个戏里面呢 它有很多的身段表演 其实在戏里面呢 其实在戏里面呢 它有面白 又唱 又唱 很多很多的 那为了我们 能够大家认识多一些 所以就精简了部分 给大家看的 那这一期呢 我们又请到 广东粤剧院 本书团的陈小刀 为我们表演 时千道甲 其中的一个片段 那这一期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时千道甲 如何摸黑 出屋了 拿着宝甲 慢慢走 摸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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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门口在哪里呢 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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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抹 哎呀 一个不过意 头儿砍了门 那怎么办呢 放下了宝箱 摸一下 摸到门了 到门 上边 是一条大横梁 顶住 摸住了 噢 现在他就将它 慢慢拿起 放下了 啊 接着再摸到门 接着又怎样呢 噢 原来他有两个摸的 上下两个摸 现在他就开了摸 哎 好 飘了出门口了 因为 时间到宝甲之后呢 基本上就没有挪鼓啊 没有音乐啊 单单靠他自己一个人的表演 去完成这一段的动作的 就是说给观众听 我到了宝甲 我要出门口 我怎样出去呢 我摸黑 怎样摸到门呢 那个动作呢 就要不要高过你的肩 你的手的动作 因为呢 你一摸 下面观众首先就看不到你了 第二个 你摸高的 因为你蹲下了 是矮的 你如果再摸高呢 就对于你自己那个人的正常那个触角 是有少少偏差的 所以呢 一般来说 你夹着补箱了 夹着补箱 你一摸 是基本上平肩 是慢慢摸出来 一边听声音 第二个是靠触角 是一个摸 摸 摸 托过这边 再摸 都摸 又托过这边 一想摸的时候 已经砍到门了 那时候 哇 哎呀 撞得我啊 是什么来的 再摸摸 哦 原来我找个门口就在这里 好 放下这个箱 接着呢 摸 哎呀 很大条横梁 因为以前那些屋呢 那些大门呢 就很大条横梁 扣住 扣扣住 所以就扣住了 一摸摸到 哦 一条大横梁 好 我拿 拿起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是很重的 就是摸那个门 那个横梁很重的 你一定要是 第一个 不用它有声音 第二个 它重了 所以一定要 一边先 轻轻 扣 扣起了这边 接着再 扣起了这边 慢慢 松起它 放下它 再摸到门 哦 摸 那么呢 大门呢 以前的大门呢 就是 除了大之外 除了还有一个横梁 它还有两个横梁 一边的横梁 左右的横梁 横梁会稳固 所以 你摸摸到 哦 上下两个横梁 一个横梁 是这样拉 一个横梁 是这样拉 拉开了 它旁边有个圆的拉手 一拉拉开它 按一道门 就开了 开了一条横梁 你拿着手出去 因为它门重了 你稍为要用力 拉开它 这边有 拉开它 那你才开得到大门 那你才拿起这个箱 再走 所以我觉得 你呢 第一个 不要太高 你手不要摸得太高 第二个呢 你摸 因为虽然没有锣鼓 没有音乐 但是呢 下面的观众 是看得很清楚的 因为你的眼神 你的手去到哪里 你的耳听着什么 你的眼神在看着什么 观众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你一定要表达到 给观众听 我是摸着 听着 看着 我虽然看不到 但是我是摸着 听着的 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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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那种感觉 一定要出来才行 好 那你再来一次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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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原来是门 我终于找到门口了 接着摸一下门 有什么机关设备先 摸摸 哦 有一条大横梁 好 我怎么托起它 托起 一边两边 轻轻把它放下 然后接着再摸一下门 还有什么蚤呢 还有两个蚤的 拉开 拿起 跳到门口 其实摸黑 在屋子里,很多电影都有 比如说活出张三郎 它一样有挡黑的情况 比如说进到屋后 我摸了张桌 张桌在哪里 张桌在哪里 啊?摸的灯呢?摸一下 啊?啊!这张的灯 摸一下 啊!那张的灯向这里 好,我点了张灯 光光了 这段表演我就完成了 其實摸黑很多 比如說在三七口 也是一段的摸黑 摸黑 碰到 開打 碰到 開打 就是很多摸黑的動作 其實醜生行當 有很多這些令我們意想得到 又意想不到的東西 對於我們學醜行這些演員來說 其實醜行不僅豐富了我們本身的 一個舞台知識 本身的技巧 而且豐富了我們自己很多的表演 好了 今天我們介紹醜行 就介紹到這裡了 從下一期開始 還有很多老師會介紹 粵劇各個行當的知識 是給大家聽的 好,各位觀眾,再見 大公爺,光光塞的屁股經已打爛 是阿相講戲,品戲曲人生 大公爺,光光塞的屁股經已打爛 下一步怎麼樣? 你們燒紅的油鍋 放些蒜頭豆豉指數下去 把光光塞放進油鍋的樹 爆炒熟 是 中秋佳節要吃什麼呢? 首先吃月餅 還有吃芋頭 還有芋頭 還有芋頭 有花生 有很多很多 其中有一種叫光光塞 其實我們經常吃的 但是呢 名字怎麼叫光光塞 不如我們聽聽它怎麼說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今天的看戲講故節目 上次說了張古老打草鞋 為什麼中秋節要吃芋頭田螺 今期又說說中秋吃田螺 中秋綁夫人很喜歡吃田螺 因為田螺是圓的 天左月光也是圓的 圓對圓就夠應節 田螺有個別稱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田螺的別稱叫做光光塞 何解叫光光塞 講一段古你聽就知道 就說從此 廣州南海縣 究竟是廣州 廣州寫分兩部分 西邊就是南海縣 東邊就是潘元縣 南海縣 有個新來的縣官 是個撈鬆縣官 就是外光佬 這個撈鬆縣官 有一天他就微服出裁 一路走到西門口附近 見到有檔爺 那個檔主拿著大鍋 拿著鍋鏟 一邊嘶嘶嘶嘶嘶嘶 在炒的東西 只見旁邊擺著幾張桌子 坐滿人 那些人買了一碟一碟這些東西 響雪就拙 看見在炒的東西 和那些人在炒的東西 和那些人在炒的東西 黑蒙蒙 圓屋屋屋就硬滑滑 不用說 大家知道這些就是田螺 不過這個撈鬆縣官 誰知道這些東西 怎麼這麼有趣 買盒子 自己找一個位子坐下 像別人這樣來煮 嘩 一煮 和味不得了 很美味 這是怎樣叫做的 問一下那個當主,這是什麼東西啊? 老闆一聽,不懂,本來老闆跟他說是田螺一樣 不過因為那個老闆,昨晚賭遷孫青波,心情不太好 他沒有好戲地說,這些叫光光菜 意思即是說昨晚書稱光光菜 啊,光光菜啊,這些東西是怎麼做的? 老闆就說,很容易而已,你買些光光菜回來 然後把它丟進水缸裡浸,浸三天三夜 啊,浸到他在田螺,把那些髒髒的東西套出來了 然後呢,把屁股打爛他 打爛了屁股之後,找那些蒜頭豆豉紫蘇落鑊 摸油爆炒熟就可以了 啊,這樣做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原官就記住了,後來回衙門 過了很久,有一天他想起,在西門口附近 吃那道街頭小吃,叫做光光菜 好吃 不如,嘗試一下自己弄回來試試吧 人來 兩個牙差 當席的,一個叫阿謀的一首 一來,來到,大哥爺,有什麼吩咐? 你們,回去跟我埋這個耿耿猜匪來 是,哦哦,是 阿謀阿壽出到去,你眼看我眼 阿壽,什麼叫做光光菜 你吃過沒有? 沒有啊,沒說是吃的 聽到第一次聽 大老爺搞這樣的事情是什麼? 不知道啊,那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啊,去虛場看看吧 哈哈哈哈,去到虛場街市,見到那些人 麻煩,有沒有什麼光光菜賣? 沒有啊,一個如果耍手兼領頭 可能一年輕人問個老人 阿伯,有沒有光光菜賣? 啊,我賣了幾十年菜了 啊,光光菜是什麼?第一次聽而已 阿壽了,阿伯都敢說啊,那怎麼辦? 不知道啊,旁邊的豬肉當,豬肉佬就回答 啊,光光菜嘛,和尚就光光了 是不是大老爺要我們找個和尚回去啊? 啊,對啦,對啦 不理會這麼多,去找和尚 去到綠蓉子附近 最多和尚的了 看看,看看哪個和尚比較好一點 選個和尚回去 大老爺是好尼尾的 哎呀,對啦 自己在前面 對,和尚迎面走來 這個和尚 可不可以是天生做和尚的材料 為何這麼說呢? 他的頭天生就光光了 不用看 哇,立立令光顏色 照得出人樣 可說不好聽 你如果他的臉髒,骯髒,找不到鏡 你找個和尚就行 啊,大師 這樣就照得他 是他啦,抓他回去 阿某阿仇不理那麼多 把和尚帶回衙門 押向後院的船 兩個人回來報 啊,報,大老爺 光光菜竟然買到 請問大老爺應該怎麼處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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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們 先把光光菜 放進水裡的船 浸他三日三夜 等他口中那些髒髒的東西 吐出來,再來向我品步 哦,是 不理那麼多 把和尚放在水光裡 浸他 天口又冷 真可憐 不用三日三夜浸了一晚 冷到和尚就打冷了 黃膽水都吐了 吐東西呢 骯髒的東西 大老爺,光光菜竟然 把口中的骯髒的東西 吐出來 應該怎麼處置呢 啊,好,好 你們 將那些光光菜的屁股 打爛 哦,是 得著和尚 一夜紅兩夜中一夜三夜 痛到沒有 但我懦有開花 大老爺,光光菜的屁股 已經打爛了 下一步怎樣 你們燒熊的油鍋 放些蒜頭豆豉芝酥下去 把光光菜放在油鍋裡 爆炒熟 哦,是 回到後頭 燒熊的油鍋 不能夠普通鍋 要特製的 訂造的 那隻鍋要特別大 不是,你怎麼把和尚放下去 爆炒熟呢 燒熊它 滾油 把蒜頭豆豉芝酥下去 一丟下去 哇 認真香噴噴 下去了 迫起和尚就要下油鍋 和尚一見 救命呀,救命呀 救命呀 不叫救命那個傻子 員官在前頭一聽 死酒救命呀 嘿嘿,大老爺 光光菜叫救命 蹦蹦菜酒救命 心臨那些細細粒的東西 懂得出聲 是不是搞錯了 馬上 去看看 哦,原來 兩個人 搞錯了 抓了個和尚回來 原官一看 勾頭 敗 李雲蘭多大人 你抓錯人回來 要人受這樣的酷刑 你怎麼交代呢 雖然你是官 都不能夠太亂來 你怎麼扮 啊 人 多了少少做些錯事 不如我乘機一搓他一搓 西他兩西 要他認句錯 那我找個台階虛樂 不會說我無情百事 拉個人回來受酷刑 嗯,對呀,對呀 嘿,馬上提堂 將和尚帶上 大膽空爭 你以為本官不知道你的壞事 嗯,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 要抓你回來受這樣的酷刑 對呀 那和尚一年無辜 但是我爭過冤火的 你怎麼不敢打我啊 你還在這裡裝鬼 你快快快把你的壞事說出來 如果你不把你做過的錯事說出來的話 還有大把酷刑等你受 和尚一天 不會吧 莫非那件事他真是知道 不過看起來有錢 如果不是怎麼會又浸水 又打魔友還要下油窩 不,不,不,如果老老實實招功算 不用再受酷刑 大老爺 那,那,我說,我說 於是乎那個和尚 俞,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原官一聽 聽到我目定口吱 本來想著要隨便應居錯了就沒事的 誰不知又說出了一件 三年前的殺人空案 這件案一直懸疑未決,遲遲未落判決,找不到真兇 居然現在錯有錯著,你的和尚就招贏 這件事是怎樣一件事,又要從三年前說起 在當時的往山,有一間的海味店 那個老闆叫做財叔 財叔生了一個女兒,叫做姨女 財叔很親愛女兒,很緊張 整天看著女兒能嫁給那些富二代 但是女兒,她的女兒阿娟 就看中了街口對面的賣菜檔 那個賣菜仔阿家,兩個人不知多適合 財叔就生氣了,找著阿娟就說 女兒呀,你好看不看,看對的賣菜仔 哪有喉氣的,跟著她一輩子窮死你了 你聽爸爸說,爸爸幫你安排好了 來,沒多遠,過一間的雜貨店 那個太子爺,我經意跟他爸爸談談 到時你就嫁給他,婚姻大事父母之命 你不能反口,不能夠說不答應,知道了嗎 跟那個女兒說完,又走到對面菜檔跟阿佳說 臭小子,你不相信鏡也相信阿盆水 我得尿寂寂來照一下 連他從膽子全部懦猴了 我很好、很味道 無回事了, fair buck 其實我沒見過你姐姐 眼吷快傳各路,尿寂寂寂寞 我冠軍有一 respond 沒有收集,倒幾香 是有經過交周的,你真的就要再做 我想知道 rebrand 女兒太子耳寂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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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 正所謂,天宗共下無情劍,斬斷人間 你不理知,堅硬要拆散他們 剛好這一天,這一天,剛剛落了一場雨 財叔趕緊腳在外面趕回來 女兒,這幾天,整天都這樣下雨飯 趁現在停雨,把那些魷魚拿到門口曬曬 不是說的了 我好眼睡,我先睡一睡 你看著貨物,不要被人拿走 我知道了,阿娟 阿娟就把那些鹹魚、魷魚的東西 拿出去曬曬曬 看見阿佳在對面 阿娟 見到後面沒有動靜 自己的老爸睡臨 入一入手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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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佳初時都不敢過 看看 真是財叔不在了 才敢過了 什麼事啊 別這麼大聲 嚇得他狠重 你大聲會吵醒他 阿娟 我也想跟你聊天很久 一直沒機會 你看我們的事 行行行行行行 我正想跟你約 想好好談談我們將來的事 我看這樣 今晚晚上晚上的時候 我呢 就在我房間那裡放一條繩子下來 然後你 就爬繩子上來 你離我房 我們慢慢談 好啊 好啊 那就今晚見 快點回去 不然阿爹醒了 見到你 他又說了 嗯 我知道 阿佳過了賽道 他們兩個人 細細聲地說 想著 沒有人會聽到 誰不知附近 剛好有個花園的和尚 聽得清清楚楚 就明白明白 嗯 嗯 於是乎這個和尚深深一計 李雲阿娟就有難了 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今天不說了 下期的看戲廣告節目 廣告佬跟大家開故 我們下期再會 拜拜 他在這裏 你是從這裏 你是從這裏 你無法搭訪了 你無法搭訪了 我會搭訪了 你無法搭訪了 很開心收到你們的泥訊 我一上班看見你們的泥訊 我非常開心 也認真地看了幾封 有幾封都說要聽 李慧英和梁玉榮的演唱 你們就識貨了 我送給你們這一首叫做 子鳳流 他們真的唱得很好聽 不如一起欣賞吧 喜山巨 此日紅塵 在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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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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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千年参望有一段泪 千年参望一段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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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想我 我不想想你 生生日難怪 接光你哭 哭哭 你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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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欺帚 南天寺 沐山上 此前露春 若妻情 留不清 本杰耙在 宝小泪花香 将开虎相诗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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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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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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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